好,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还是说这个外旋的例题 今天内容不是太多,差不多15道题吧 我们看一看啊,例题17 What the illiteral action occurs during a concentration of the illiteral muscle 好,这说了一个什么肌肉 哎,几个关键词认出来啊,单侧的运动 哎,向心收缩啊,CC向心收缩啊,卡腰肌 非常好啊,我们要学会看这个关键词 从而呢,来简单的快速的把这个提议了解一下 一个卡腰肌做单边的向心收缩 哎,我们看一下这个卡腰肌 卡腰肌在深层 啊,这个就是卡腰肌啊,实际上卡腰肌是两块肌肉 一个卡肌,一个腰大肌啊,加在一起 这个叫卡腰肌啊,卡腰肌 卡腰肌单侧,而且他说一侧 做向心收缩啊 什么是向心收缩 哎,其实就是收缩啊 向心收缩就是收缩 我们平时理解的收缩就是向心收缩 另外一种叫离心收缩 离心收缩不是我们正常想象当中的这个收缩 是什么呀 是拉伸 对啊,实际上拉伸呢 在我们这个学科当中它不叫拉伸 啊,叫离心收缩啊,肌肉全是收缩的 分为向心收缩和离心收缩 所以呢 他说这个卡腰肌做向心收缩 向心收缩的时候 向心收缩的时候 做什么动作啊 哎,做这样的动作啊 哎,趋和外拳 这是卡腰肌做向心收缩的时候啊 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好,我们看这道题 他问的是向心收缩单侧 他为什么没有说双侧呀 那双侧这个就是 哎,人就弯下来了 对吧 那单侧是把这个腿提上来了 好 那么,单侧的卡腰肌的向心收缩 他说做什么动作 A叫做posterior tail of pelvis 这是什么样 后倾斜关于骨盆 就是我们说的骨盆后倾 啊,骨盆后倾 骨盆后倾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大家想骨盆后倾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骨盆后倾,这个叫骨盆前倾 骨盆前倾,臀部就翘起来了 骨盆后倾是这样,平背 这个叫骨盆后倾 好 B呢,叫做extension and middle rotation 伸展和内旋 伸展和内旋 C呢,叫做stablet 的pelvet,就稳定骨盆 最后一个呢,叫做lateral rotation and flexion 就是外旋和曲曲 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卡腰肌收缩 就是做这个外旋或者是曲曲的 啊,所以呢,这道题是一个概念题 啊,直接就是问你这个卡腰肌收缩的时候 向心收缩,他做什么动作 啊,如果要是卡腰肌的运动方式比较熟的话 这道题不需要去分析啊,直接就能把它看出来 所以呢,一切的一切啊,还是以基础为最重要 你没有打捞这个基础 没有基础知识,没有概念 后面所有的技巧,所有分析都无从谈起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基础知识一定要清晰 准确 好,我们看例题18 What is the accurate contraction of the cervical scapulas? 这是什么收缩呀? 哎,离心收缩,对吧? ECC开头的,这是离心收缩 离心收缩就是说它拉伸伸展肌肉变长 给你的肌肉呢,叫做肩胛下肌 也叫肩胛内肌,肩胛下肌,在肩胛骨的前面 前内侧 那么这个肩胛下肌,它正常的收缩变短 应该是做什么动作呀? 内旋 哎,内旋,为什么?我们看一下图啊 肩胛下肌,肩胛内肌 它在肩胛骨的这个位置 在里面啊,这个位置 所以它一收缩,肩胛骨带动的肱骨 向前移动,所以做内旋 肩胛内肌做内旋 跟它对应的呢,叫做港下肌 在这个位置做外旋 好,这道题问你的是离心收缩 离心收缩是这个肩胛下肌变长 正常的话,它收缩变短的时候是内旋 那么它变长的时候就是什么动作呀? 就是外旋 大家一定要注意 给你一说,离心收缩 肌肉拉长,就是肌肉正常运动的反义词 一定要把这个概念搞清楚 所以这道题我们看啊,A叫做什么呀 established humors have 稳定 肱骨头 这肱骨头说到哪儿啊 就是这儿啊,这是肱骨头 B呢,叫做depress of the arm 下压这个胳膊 C呢,叫lateral rotation of the arm 外旋胳膊 最后一个叫middle rotation of the arm 就是内旋胳膊 那应该是哪一个呀 C选项啊 外旋这个胳膊 好,这道题呢,其实呢,比较容易错 错在哪儿啊 大家一看到肩甲下肌 想到肩甲下肌运动方式是内旋 很可能直接选一个内旋 所以在看到这个运动方式的时候 尤其是说到收缩 大家一定要注意 他到底问的是离心 还是向心啊 这个不一样 后面答案选择的完全不同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好 例第19 Which muscles is a synergist to lateral rotation of the hip 哎,鞋同 先认出来了啊 哪一个肌肉是鞋同的 关于什么呀 外旋 髋 髋 髋 哎,加一个鞋同 就好多把这个不认识单词的同学就吓住了啊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实际上 鞋同就是做相同的动作 那么这道题就是问 哪一个肌肉做外旋 髋 髋 好 哎,我们看一看谁做外旋啊 哎 这个叫什么呀 gamelos infer 下 有两个l的 这是谁啊 哎 这叫 下妈肌 也叫双子肌 B 这个肌肉在我们的臀部的后侧 啊 臀部后侧在这儿啊 这是下 啊 上面这个叫上 这个叫下 一个上妈肌 一个下妈肌 啊 也有他把这个叫双子肌的 上双子肌 下双子肌 好 B 叫做 Pertesnio 这个是 持股肌 啊 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持股肌 我们上一次也说过啊 内 内侧的 内收肌群当中的持股肌 C 叫做 Adapter 这是什么 内收打肌 打内收肌 一看这个词 就知道他做什么动作啊 内收 对吧 最后一个呢 叫 Tensor Faciliter 要扩进摩张肌 啊 这扩进摩张肌在 我们的大腿的 前来侧 在这儿啊 想不起来的 哎 对 大家想想裤口袋啊 在哪儿 插插裤口袋就知道 这扩进摩张肌在哪儿 好 在这四个当中 谁 是可以做 Lateral Rotation of the Hip 有说扩进摩张肌的啊 我们看一看 首先扩进摩张肌在大腿的前侧 啊 而且是前外侧 它收缩的时候 你想象一下 能不能做外选 实际上呢 这道题啊 处于概念的基本阶段 我们在讲这个基础知识点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 大腿有外旋肌群 浅层的外旋肌群和深层的外旋肌群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在深层的外旋肌群当中 有这么几个小的肌肉 分别是梨状肌 双子肌 还有闭孔内肌 啊 以及 什么呀 这个叫骨方肌 它们这几个肌肉 是深层的 这个髋关节的外旋肌群 啊 专门做外旋的动作 其中 就有我们说的这个 下妈肌 啊 下双子肌 对 哎 有管的叫子子肌的 都行啊 特点就是有一个 LL 有一个US 啊 这一看有两个L的 这是双子 好 好 那么这道题呢 正确答案应该是 下双子肌 为什么不是扩间谋章肌啊 我们看它位置啊 首先扩间谋章肌的位置 在前 外侧 它收缩的时候 我们一般是不做外旋 这个动作 好 我们看 立体20 Choice the correct action for the elial muscles 选择 一个 correct 是什么 正确 正确 以后跟这个美国朋友聊天的时候 不要总说OK了 万事OK 万事不OK 人家说对了 我们可以用一个correct 正确 正确 好 正确的动作 选择一个正确动作 关于什么呢 一个什么肌啊 一个恰肌 这个叫恰肌 没有腰 只是elix 这是恰肌 恰肌的正确动作是什么 我们看一看 A 叫做adduction flexion and later rotation of the hip 这个叫内收 曲曲和外旋 髋关节 B 内收 extension 伸展 和外旋 髋关节 C 内收 曲曲 和middle rotation 内旋 髋关节 最后一个 叫做外展 adduction flexion and lateral rotation of the hip 外展 曲曲 和外旋 髋关节 好 肌肉在哪儿呢 恰肌 在这儿 在这儿 它收缩的时候 首先我们考虑 大腿是可以做内收类的动作 还是外展类的动作 像一个橡皮筋 像一个橡皮筋一样的 它收缩的时候 这个大腿是能够向外面 还是能够向里面运动 收缩 它变短的时候 明显就是它向里面的时候 才是变短的 才是变短的 像对于这个拉伸啊 收缩啊 可能女生更理解的深刻一点 以为这个 总用这个 皮筋 或者呢 留长发的都知道啊 像哪边这个头发会长一点 短一点 男生呢 要理解一下啊 大腿向外面 偏的时候 这个肌肉是被拉长的 你看这个方向就能知道 是被拉长的 大腿向里面运动的时候 这个肌肉越来越直 所以它是被缩短的 所以卡腰肌收缩的时候啊 卡肌收缩的时候 它是做内收类的动作啊 A B C 三个内收类的动作 其中要选一个啊 外展的就不行了 那么既然它在这个位置 大家想一想啊 它除了内收之外 是做flexion呢 还是做extension呢 它肯定是做flexion 对吧 因为这个extension的话 它本身在卡股的前面 它没有办法做extension这个动作 隔着一个卡股呢 所以它收缩的时候 肯定是flexion 肯定是flexion 所以呢 它又排出掉一个B选项 extension flexion flexion 内收 内收 剩下一顿 就是外选 还是内选 也就是说这个卡肌 它到底是做外选的 还是做内选 它负责在小转子上 小转子上 它是做内选的 还是做外选的 这是个问题啊 这是个问题 内旋是这样 外旋是这样 大家想一想 卡肌收缩 到底是这样 还是这样 大腿 外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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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注意啊 这个卡肌非常有特点啊 尤其这个卡肌 它收缩的时候 是做外选 把这个要注意记住啊 这个当做概念去记 也就是这个卡肌是做外选的 大块当中有几个技术 一个是卡肌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 风降机啊 卡肌和腰大肌 基本动作差不多啊 这个还有一个是风降机啊 这两个动作呢 比较特殊 所以呢 我们要记轻 卡肌收缩 是做外选 所以正确答案一个是 第一个啊 内收区区和外选 啊 这个是卡肌的运动方式啊 大家把这个要记住 卡肌的运动方式 它的收缩 内收区区和外选 好 例题二十一 which action is the optora intermost responsible for 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肌肉 啊 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肌肉 啊 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肌肉 OB开头的 这是B孔 啊 一个眼睁着一个眼闭上 睁眼闭眼啊 这叫B孔啊 B孔 inter 内积 啊 B孔内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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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说它是外选 机群当中的一组 B孔内和B孔外 哎 子机里面这啊 B孔内和B孔外啊 它是这个样子的啊 是扁扁的 看到没 啊 这是B孔内积 B孔内积 中间的这个啊 中间的这个 它的上面是 上马迹 哎 下面是下马迹啊 所以中间这个叫B孔内积啊 B孔内积 好 那么这个B孔内积什么动作 它可以做 我们刚才说 因为它属于外旋肌群当中的一个 所以它肯定能做的动作就是 外旋 啊 外旋 这道题就是一个概念题啊 答案分别是A Extension of the knee 伸展膝盖 B Later rotation of the arm C Later rotation of the hip 啊 D Flexion of the neck 首先 这道题要注意马达哈的同学啊 记住了B孔内积负责外旋 看见第一个外旋就选了 这个就选错了 为什么呀 它说的是胳膊 啊 这个B孔内积在什么地方 在宽观点 所以在hip 很多同学就是这样啊 平时有的时候马达哈啊 上了考场之后呢 一紧张 更马虎啊 就记着念道着啊 这个是外旋 外旋 外旋 答案当中一看见外旋 马上就点了 啊 就不注意后面啊 后面要看 它到底是哪啊 A和D呢 一个是膝关节 一个是 我们的脖子 所以都不对啊 位置就差着太远了 好 我们看例题二十二 middle and lateral rotation can be performed at which of the following joints 内旋和外旋 啊 在哪个关节可以 既执行内旋 也执行外旋 A叫做脖子 B就是rest 手腕 C就是hip 最后一个叫做knee 膝关节 来想想哪一个 做内旋和外旋 同学说手腕 啊 还有吗 哎 还有说髋关节也可以 啊 对于手腕和髋关节来讲呢 这个手腕啊 一般 我们并不说它做内旋和外旋 哎 他们做的是内旋和外旋 啊 叫做这个旋下旋上 旋前旋后 做这个动作 为什么啊 你想象一下 这个旋是什么 是以这个关节为中心 做旋转 大家可以把这个 拿右手为例啊 拿左手 你拿住了右手的这个 齿脑骨啊 不要拿住这手腕 然后你这个时候握住了它 你让这个手做内旋外旋动作 你看它做得了吗 是做不了的啊 只要齿脑骨被控制住了 这个手是转不动的 大家自己可以试一试啊 这个手是没有办法转的啊 这个手做内旋和外旋这个手臂 在什么地方呀 在我们的这个肘关节转 是肘关节转的 并不是这个腕关节转的 这腕关节不转啊 这腕关节是不转的啊 好 那么髋关节是可以的 因为髋关节我们是在 我们的骨骨头这儿啊 有明显的一个腕向轴啊 像我们肩关节也是一样 可以随便转啊 所以一般来说 左内旋外旋呢 基本都是三个地方啊 一个是髋关节 一个是肩关节 还有一个是肘关节啊 肘关节这儿啊 这儿可以做这个 内旋外旋的这个动作 所以这道题 政治答案应该是髋关节 好啊 就像刚才我们说这个手腕和这髋关节 谁做内旋谁做外旋一样 这些东西呢 不是靠背下来的啊 你一定要看啊 这个动作在哪 你做一遍这个动作 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 你把这个齿老鼓控制住了 不让它动 然后试着转动一下手腕 你做这么一次 你就知道这手腕 不做这个动作啊 好 2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transverse plan can do internal and external rotation 哪一个 以下哪一项 在横截面 能够做 内旋和外旋的动作 我们大家想想 这横截面 和内旋和外旋 是什么关系 有关系吗 没错啊 内旋和外旋 只能在横截面 或者是水平面 运动 所以这道题 特别告诉你在水平面 有意义吗 没有多大的意义 就是糊你的 给你一个面 马上让你思绪万千 想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你要是基础知识学的扎实的话 知识点明白 这个横截面 就是指的内旋和外旋 所以不用看它前面了 你就直接看后面了 这道题就是问什么呀 谁能够做内旋和外旋 对吧 就好了吗 你如果要是搞不清楚 去想这个面去 三分钟过去了 好 好我们看 A叫做骨骨和颈骨 femur and tibia B叫做pumus and urnus 公骨和持骨 C叫rhodius and urnus 持骨和饶骨 最后一个叫做pumus and radius 公骨和饶骨 我们看这几块骨 首先说 骨骨和颈骨 这两个骨 能不能做内旋和外旋 不能 我们刚才说了 做内旋外旋 就三个关节 宽关节 肩关节 肘关节 所以 这个地方做不了内旋和外旋 它是死的 它只能做躯壳身 因为我们的膝关节 是典型的 身体当中最大的一个荷叶关节 只能做躯身 好 那么第一个被排除了 我们看看下面一个b 公骨和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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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做内外旋 不能 和公骨有关的 都做不了内外旋 因为它是直上直下的 这也是一个 荷叶关节 无论是公骨和持骨 还是公骨和饶骨 都是荷叶关节 持骨和饶骨中间 持骨和饶骨中间 它们是可以做旋转动作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们有一个韧带 有一个韧带 在这儿 小韧带 直接就把这两个骨头 连接起来 像一个环一样 也叫轴疏关节 它们也是一个轴疏关节 所以 持骨和饶骨 可以做麻花状的交叉 这个就是内旋和外旋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道题 正确答案应该是C 持骨和饶骨 可以做内旋和外旋 对于这种题 大家一定要知道为什么 持骨和饶骨 为什么可以做内外旋 就是因为它们的结构不一样 千万不能死记硬背 像这种 公骨持骨持骨 饶骨 公骨脑骨 你一背就混 肯定记不清 像饶口令一样 所以当你知道它的结构方式了 首先你要排除掉了 就是公骨和骨骨这种大的长骨 肯定做不了内外旋这个动作 当然了 你说骨骨和谁啊 骨骨和髋关节 和我们的恰骨 可以做吗 可以 肱骨和肩胛骨 可以做吗 可以 一定要注意这个 好 第24 Leter rotation of the shoulder is performed by which two rotator car muscles 出现了 外旋告诉你动作 这个肩膀执行 以下哪两个叫做rotator cup 这是什么东西 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 它这是个专业名词 叫做肩袖肌群 啊 啊 袖子的袖啊 肩袖肌群 叫做rotator cup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啊 一定要认识啊 rotator cup 是在我们运动技能学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名词啊 叫肩袖 这个肩袖包含了四块肌肉 哎 有哪个同学知道是哪四块肌啊 啊 港上 港下 前面的肩胛内肌 也叫肩胛下肌啊 还有一个就是小圆肌 啊 小圆肌 怎么记比较好记呢 首先 跟肩胛骨有关的三个 港上港下肩胛下 啊 这仨放在一组 港上港下肩胛下 啊 这一嘴出来就出来了 剩下就是小圆肌 有大圆肌和小圆肌有同学就搞混啊 这俩哪一个是肩胶肌群呢 你就记住大圆肌跟谁是两口子呀 和背阔肌是两口子啊 所以他 对 他们俩是两口子 所以他不参与肩胸的事儿 小圆肌才是肩胸一家子啊 所以呢 这样就区分开了啊 港上港下肩胛下和小圆肌 这个是肩胸肌群 好 既然我们知道肩胸肌群是四块肌肉 那么在这四个当中找数其中之二 就ok了 A 叫做什么呀 Super Spinal和Infer Spinal 这是什么 港上港下 B呢 这个叫港下肌和大圆肌 C呢 小圆肌和港下肌 最后一个呢 港上肌和肩胸下肌 好 A也是肩胸肌群 对吧 然后C也是肩胸肌群 D也是肩胸肌群 唯一有大圆肌的不是啊 那为什么三个都是 我们怎么选呢 这道题还有另外一个条件 在肩胸肌群当中 做Lateral rotation 外旋动作 也就是谁是外旋的 我们看A C D 这三个哪一组是可以做外旋的 我们看港上港下当中 港上做什么动作呀 港上做什么动作还记得吗 港上做外展啊 两个肩部做外展的肌肉 港上肌和中三脚肌 要倒背如流 好 首先他做外展 不符合条件 拿掉 B已经被拿掉了 我们看C 小圆肌做什么动作 外旋 这个港下肌做什么动作 外旋 哎 两个外旋出来了 我们为了确定再看一下最后一个答案 这是港上肌和肩甲下肌 这两个分别做什么 港上肌我们知道了 做外展 肩甲下肌呢 内旋 所以这俩哪一个都不复合啊 只有C 小圆肌和港下肌复合 既是外旋 又是两个肩秀肌群 这种题实际上是有一定难度的 考试当中如果遇到这种题 有两个条件 要满足坚秀肌群 还要满足这个外旋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啊 这个是需要一定分析能力 啊 两个基本条件一定要记清楚 坚秀肌群都是谁 啊 这四个肌肉 有可能他给你另外外旋的肌肉 但是呢 不属于坚秀肌群 所以你又要满足这个 这道理还简单一点 他四个全是坚秀肌群当中 除了这个B选项不在啊 你只需要再找一个外旋就行 也有可能给你出更复杂的 有坚秀肌群的 也有不是坚秀肌群的 有做外旋的 也有不是做外旋的 那种就比较困难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时候就考验我们基础概念 知识点是不是熟悉了 好 我们看第25 来听有点意思啊 很长 很长 在前提 stage 但是你猟赛 叫做外旋的肌肉 就是有什么意思啊 很长 在前提的時候 一些分析好的肌肉 但是您自己提到 根据烈一样 这几个肌肉 是似乎好了 这些肌肉 这就是整个这个题 答案呢 大家看看这道题有什么特点 当你看到答案的时候 你发现他主要问的是什么 问的是这种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关系运动 是主动的呀 是被动的呀 是辅助的呀 是抵抗的呀 他问的是这个东西 这就是问题的方向 你就照着这个方向去分析这道题 那再看看这道题目 杨杨撒撒写的五行半 他说了一件什么事呢 这道题比较有意思啊 我们看一看 他说呢 首先我们想一想啊 根据这个答案 这个解题的方向 是要找他的运动方式 那么我们带着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去看这个题目呢 我们需要找什么样的关键词呢 我们需要找的关键词是到底是客人在动 还是按摩师在动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要是他问的是运动方式 主动的被动的 我们一定要带着这么一个目的去看这道题 到底是客人在动 还是按摩师在给客人动 谁在动这个身体 那么这道题呢 跟你说了半天啊 他说一个 在按摩评估之前 在按摩之前做了一个评估 Premassage 在按摩之前做了一个assessment 这个评估 这客人呢 说呢 他有疼痛 painful season in their shoulder 在他的肩膀上疼 而且呢 只是在运动时候疼 only during current moments 在有些这个动作的时候疼 所以这个先表示 客人就说我有疼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按摩师 就是ask要求 这里可不是问 这是要求 这客人呢 做什么呀 demonstrate 做一个这个示例 给我演示一下吧 你到底怎么个疼啊 对吧 这个动作 coursing pain 这是哪一个动作导致了这个疼痛 end the action they are not 关键是这几个not 给大家搞懵了 这按摩师的要求啊 就是你给我做做看 什么动作啊 你疼 什么动作呢 你不疼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客人呢 执行一个 外旋和伸展的 肩关节的这个演示动作 然后呢 coursing pain 疼了 并且呢 它内旋和区区这个肩关节的时候 演示的时候 这个动作呢 不疼 啊 所以哪一个是导致的这个 表示的一个这个是什么事 那到底他这个外旋内旋区区伸展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没有任何的意义 啊 他跟你说了半天这个动作 没有任何的意义 他疼还是不疼 啊 意义大吗 有一点也不大 啊 重要的就是你要看明白 按摩师要求客人 demonstrate the action 做这个示例 然后呢 这客人 perform 执行了这个示例 你就ok了 只要你能看懂这几个词 能够理解到这个位置 这道题基本就出来了 按摩师让客人做动作 客人做了动作 某些动作疼 某一些动作不疼 就这么个事 那么这个属于主动关节运动 被动关节运动 辅助关节运动 还是抵抗关节运动啊 主动关节运动 典型的一个主动关节运动 客人动啊 按摩师看着 按摩师一点都没动 所以呢 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B选项啊 客人执行一个主动的关节运动 其实这道题非常的简单 一点都不复杂 复杂的是我们的阅读能力 啊这个理解能力 能不能找到它的重点 如果要是考试当中遇到类似的题 啊 大家要注意 首先要判断它的解题思路方向是哪里 你找到这个方向了 再去题目当中寻找对应的关键的表示状态的词 就会容易很多 如果要是这道题 直接你去念这个句子 你想把这个事搞明白 你肯定会把重点放在动作上 内旋啊 外旋啊 区区啊 你脑瓜当中想半天这个动作 结果怎么样 错过了最重要的 这就是脑筋计算方式体啊 最重要的就是他问的你是做什么 运动方式 好 我们看看这个第26 当什么时候 做被动关节运动评估的时候 哪个关节呢 hip 矿关节 这个时候这个按摩师啊 注意到了 标注下来了 外旋啊 是什么呀 受到了一个restrict 受到了限制 就是外旋做不了 哪个肌肉导致了这个关节运动的减少 decrease 外旋受到了限制 一般情况下啊 我们会理解为 内旋的肌肉过紧 由于内旋的肌肉过紧 导致了外旋受到限制 大家要理解这个啊 你内旋的肌肉过于紧张的时候 你做外旋做不了 因为他这边拽着呢 啊 所以这道题 看到这儿我们就找一个谁啊 找一个能够做内旋的还是外旋的 哎 找一个内旋的啊 找一个内旋的肌肉 哎 卡肌 梨状肌 骨二头 臀中肌 谁可以做内旋 同学脱口而出 骨二头 我们看一看骨二头肌在哪儿啊 骨二头肌首先在大腿的后侧 后外侧 后外侧 他收缩的时候 能不能做想象当中的这个内旋 内旋是什么呀 整个这个小腿脚 向里转进去了啊 能不能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哎 显然做不了啊 显然做不了 内旋啊 他肯定做不了啊 实际上呢 这道题当中啊 卡肌 梨状肌 管 他都是做外旋的肌肉 哎 只有臀中肌 又做内 又做外 所以在这道题当中 我们应该选择臀中肌 好 例题二十七 Drawing 当一个什么时候 叫做 Alpes Stretch Test Appler 拉伸测试 那么 What action happen to the humors 什么动作 发生在了 宫骨 首先大家知不知道 这Appler的测试 我上次给大家说过一次 还记不记得是什么动作 这两只手臂 我们就想啊 实际上老头乐脑痒痒痒的时候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啊 哎 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啊 一个上 一个下 一个上 一个下 哎 当然手腕应该直的啊 手腕应该直的啊 我这个小木偶 手腕不太好啊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 Appler测试 它主要呢是测试这个 这个肩关节的这个内旋和外旋的这个动作啊 主要是做这个动作 这道题呢 它给你的答案叫做内收啊 外展 外展 内旋 Internal Rotation 外展 和Asternal Rotation 和这个 外旋 区区 和 Extension伸展 和这个Asternal Rotation 外旋 Extension 拉伸 和Internal Rotation 内旋 那么正确答案呢 给你的是这个 外展 和外旋 我们暂时呢 就把这个记一下 外展 和外旋 实际上啊 这个 它是内旋 和外旋 应该是内旋 和外旋 如果答案当中 有内旋 和外旋 就是最正确的一个答案 所以这道题 实际上出的是 有点问题的啊 应该有一个 内旋 和外旋 的答案 才是真正的这个 Appler测试的 用意 它的 动作 就是做内旋 和外旋 好 例题28 Join a Massage Assessment 当执行一个按摩评估的时候 A Massage Serapist Notice Limit External Rotation 当执行一个按摩评估的时候 A Massage Serapist Notice Limit External Rotation which muscle group is most lik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restriction 他用了两个啊 一个是limit 一个是restriction 正好在这道题当中同时出现啊 大家可以把它 英文差一点的同学可以把它单独写下来啊 两个都表示限制 都是限制的意思 禁忌词 这两个可以互换啊 好 在评估期间呢 阿摩师注意到客人的小腿外旋受到限制啊 哪个肌肉最有可能造成这种限制 外旋线 半模机 半模机 板模机 骨值机 蚝儿头 半模 半件 骨值机 蚝儿头 四个肌肉 谁限制了外旋 我刚才说了 他说一般情况下 把这个外旋不是都找内旋的肌肉吗 大家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内旋的肌肉 有没有 这里面没有内旋的肌肉 大家发现了吗 这里面没有内旋的肌肉 既然没有内旋的肌肉 我们就要找一个外旋的肌肉 因为他唯一的一个动作就是外旋 我们看一看啊 半膜半剑做外旋 不做 他们就是做什么呀 做extension大腿 骨质鸡做呢 骨质鸡也不做 骨质鸡做什么弄短 躯宽深细 像骨质鸡这种出现频率极高 非常网红脸的这么一个肌肉 大家一定要脱口而出 一说到这骨质鸡做什么动作 躯宽深细 一定要当时就对答出来 这里面做外旋的就是这个骨二头 骨二头做外旋 所以呢 我们选这个骨二头G 我们看看这个位置 还是刚才这个位置 骨二头 半膜半剑 半膜半剑 好 立体29 a client who has a difficulty in lateral rotation of the hip may have tight 一客人 这客人怎么样呢 困难 在外旋宽关节的时候困难 may have 有可能怎么样啊 紧张 什么地方紧张 哪一个肌肉过紧造成的外旋困难 所以这道题描述的 外旋困难的肌肉紧张 就是外旋肌肉过于什么呀 过于紧张 痙攣 攣缩 攣缩 所以造成的外旋困难 大家发现没有 这道题特别告诉你了 就是因为外旋的这个肌肉紧张 所以导致了困难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找一个外旋的肌肉就对了 当他没有描述外旋肌肉紧张 而说了这个外旋困难的时候 就有可能是因为内旋的肌肉过紧 导致了外旋困难 大家要理解这个区别啊 所以呢 我们找一个外旋肌肉就好了 谁是外旋啊 典型的外旋肌肉当中的 一个终点肌肉 立正肌 剩下几个肌肉 内收肠肌 囤大肌 囤中肌 我们说这囤中肌有同学说 不是也是做这个外旋吗 那比起梨状肌来讲 人家可是根红苗胜 专门做这个外旋的 而这个囤中肌 它是做辅助 又做内旋又做外旋 它主要的功能实际上是做外展的 好 例题30 a client had a toric oly sumptoms 一个专业名词 这是什么综合症啊 胸阔出口综合症 after several seasons 在治疗了很多次之后 治疗了很多次这个胸阔出口综合症之后 the practitioner tests the treatment outcome 要检测一下这个治疗的结果 which motion should be done for improvement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改善这种治疗方式 好 a 叫做rotation at the same side of the chest 旋转同侧的这个胸 b 叫做lateral flexion at the same side of the chest 就是外屈同侧的胸 c the lateral rotation of the gloan humer joint 外旋鱼公关节 b呢 叫做flexion of the humer 区这个公骨 好 我看看这几个动作 说的都是什么 一个呢 叫做 旋转 同侧的这个胸 旋转 旋转同侧的胸 这样转 b呢 叫做外屈同侧的这个胸 外屈同侧的这个胸 就这样啊 咱以这个右侧的这个胸 硬转书我总能认为例 外屈同侧 c呢 叫做外旋鱼公关节 外旋鱼公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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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一个是趋公骨 趋公骨 这四个当中 谁 可以缓解这个胸口出口 外旋鱼公关节 外旋鱼公关节呢 也可以有一些效果啊 但是最主要的 最明显的 是测曲这个胸部 测曲这个胸部 因为啊 当你测曲的时候 当你直接测曲的时候啊 所有的 你的胸口出口 中央症当中的 涉及到的肌肉 都会放松下来 全部都会放松下来 包括我们的歇脚肌 还有我们的这个胸小肌 都会放松下来 这样的话呢 一放松下来 症状减少 就能确定 这是胸口出口中央症 你做这个测试 就是干这个用 好 例题 31 How to treat clan with the Zorog Ole Centrum 怎么样治疗 这个胸口出口 同学生 同学生 跟那一样啊 A A 答案 就是内旋 肩膀 同侧 B 外旋 宽部 sposed side 横向旋转 然后这个 外旋 肩膀 sign sign D 这是外旋 肩膀 offside 对侧 首先呢 我们要排除一个是什么呀 宽部 hip 胸阔 出口综合症 它是在肩膀上出现的 所以宽关节的问题 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第一个要排除的 然后看看就是内旋 两个外旋 我们知道 外旋是 主要方向 你内旋是不能够检测 这个 胸阔 出口综合症 为什么内旋不行 我们为什么要外旋 或者是外驱 来检测 这胸膀 出口综合症 就是为了要拉伸 这个胸小肌 你内旋的时候 胸小肌没有被拉伸 所以测不出来 我们要拉伸 这个胸小肌 所以两个外旋 分别是外旋同侧 和外旋对侧 你检测人家病症 你外旋对侧 没有任何的意义 什么病在这儿 你去给人检测这边 这没有用 就是说我左肾 有问题 有结石 上个手术 他让我把你右肾摘掉了 一点也不能解决你的病症 所以对侧肯定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同侧外旋 所以这道题跟上面这道题很相似 所以说一个是外驱 一个是外旋 这道题也有外旋 当同时出现的时候 我们优选这个测区 这个效果更明显 好吧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大家晚安 周末愉快 下周见